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被质疑流量扶贫,范城乘五一票房黑马,带新人换资源名面化。 杨子的经济团队在最近又一次引起了粉丝们的不满。 这次的原因是杨子和范城、城合作的新剧《199爱》中, 杨子的资源和人气要远远高于范城城。 许多粉丝在分析剧集和拍摄作品时发现了这一情况, 并对杨子的经济团队进行了批评。 杨子是凭借家有儿女一句成功出道的童星, 虽然曾被宋丹丹指出颜值可能不适合娱乐圈的要求, 但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他成功转型成为90后小花旦的顶流存在之一。 他通过出演战长沙这部正剧打开了自己的戏录, 并逐渐接触了一些恋爱甜乐剧, 如龙珠传奇之无尖道和香蜜沉沉浸如霜。 虽然当时和他搭档的男一号并不是人气一人, 但剧集却都取得了很高的收视率。 由于杨子的崛起和粉丝的期望, 粉丝们希望杨子的经济团队在选择剧本时能够更加慎重, 不要再让杨子与一些资源不如他的男艺人合作。 然而,娱乐圈中的90后当红男艺人众多,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和当红女艺人合作, 因为这可能引发翻味战的问题。 所以当杨子在选择合作对象时, 对方也在选择他, 从而可能发生扶贫项目。 这次在《199爱》中和范诚诚搭档就存在类似的情况。 范诚诚是凭借选秀节目出道的, 他的姐姐范冰冰对她的人气支持很大。 虽然范诚诚在演技方面没有接受过专业化的学习, 但她在五一档电影《人生录不熟》中的表现获得了好评, 票房也超过了王一博主演的《长空之王》。 因此,这次和杨子合作, 范诚诚应该不会拉低杨子的表现。 而且,范诚诚和杨子的合作也被视为是杨子在带新人, 因此可能存在资源交换的情况。 杨子的经济团队肯定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毕竟没有资源交换的合作可能会委屈自己。 粉丝们的批评也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响。 在网络上,一些粉丝表示支持杨子, 认为她应该拥有更好的资源。 然而,也有一些观众对这种批评持保留态度, 认为艺人之间的合作并不总是完全按照资源和人气来安排。 整个事件对社会的影响比较有限。 虽然粉丝们对杨子的经济团队进行了批评, 但这种批评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争议。 娱乐圈中的合作关系一直是复杂多变的, 资源和人气的分配也存在差异。 因此,这次事件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从整个事件来看, 杨子的粉丝们对他的期望值较高。 他们希望杨子的经济团队能够更加重视资源和人气的平衡, 避免让他合资源不如他的男艺人进行扶贫项目。 虽然粉丝们的期望可能不总是能够完全满足, 但这也凸显了他们对杨子的支持和关注。 最后,对这次事件进行客观的, 可以说这次事件对整个娱乐圈和社会的影响较小。 虽然粉丝们对杨子的经济团队进行了批评, 但这种批评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争议, 也没有对杨子的形象造成太大的损害。 同时, 这次事件也反映出了杨子粉丝们对他的高期望值和支持。 杨子新剧演高中生太勉强, 嘴歪脸肿还僵硬, 和孙燕姿同框无年零差。 杨子, 中国内地备受欢迎的女演员, 以其出色的演技和多部热门电视剧而赢得观众的青睐。 然而, 最近她在新剧中的表演引发了一些争议。 一部分观众认为她扮演高中生的角色有些勉强, 不仅在嘴巴和脸部表现上有些不自然, 而且表情显得有些生硬。 同时, 她与歌手孙燕姿同框的照片也引发了一些关于年龄的讨论, 因为两人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年龄差距。 杨子一直以其出色的演技和多才多艺备受瞩目, 出演过多部成功的电视剧, 如《欢乐颂》和《亲爱的》、《翻译官》等。 她的形象一直以来都是青春美丽, 与孙燕姿等明星同框的照片也常常引发人们的热议。 然而, 最近在新剧中, 她扮演高中生的形象遭到了一些观众的质疑。 有人指出她的嘴巴看起来歪歪扭扭, 脸部有些肿胀, 表情显得有些僵硬, 给人不太自然的感觉。 这一争议引发了一些讨论, 一方认为演员应该根据角色要求改变形象和表演风格, 而另一方则认为演员应该更好地适应角色, 使之更加自然。 杨子的粉丝纷纷表达了对她的支持, 认为她在演出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然而, 也有一些人对她的表现提出了质疑。 与此同时, 与孙燕姿同框的照片引发了一些有关年龄和外貌的争议。 尽管两人的确没有太大的年龄差距, 但因为杨子一直以来的青春美丽形象, 这张照片引发了一些有关年龄和外貌的议论。 一些人认为杨子的形象似乎没有跟上她的年龄,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娱乐圈的一种现象, 演员常常要面对外貌和形象的压力。 总的来说, 杨子的新剧演出和与孙燕姿同框的照片引发了一些争议和讨论。 演员在塑造角色时往往需要面对挑战, 但也需要尊重观众的反馈。 杨子一直以其出色的演技和多才多艺备受喜爱, 希望她能够继续在演艺事业中取得成功, 并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 在娱乐圈, 形象和演技的平衡永远是一个挑战, 但也是演员的魅力所在。 杨子携刘海黑矿眼镜搭配国际合作时尚风尚。 杨子作为一位备受关注的青年演员, 不仅在演技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她的时尚品位也备受瞩目。 最近,杨子的搭配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特别是她搭配斜刘海和黑矿眼镜一起出镜的时候, 展现出了一种国际合作时尚风尚。 斜刘海作为一种经典的发型, 不仅可以修饰脸型, 还能为整体造型增添一丝俏皮感。 而杨子通过斜刘海的运用, 成功地展现了自己的青春活力和个性魅力。 与此同时, 黑矿眼镜的加入更加凸显了她的时尚品味。 黑矿眼镜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经典的时尚单品, 不仅能够修饰脸型, 还可以增添一丝成熟和知性的气质。 而杨子选择了黑矿眼镜, 不仅凸显了她的时尚品味, 还让整个造型更加有个性和亮点。 国际合作时尚风尚的体现在于, 杨子的搭配不仅符合国内的时尚潮流, 还融合了国际时尚元素。 斜刘海和黑矿眼镜的组合, 不仅在国内明星中较为罕见, 更加在国际范围内备受青睐。 杨子的这种搭配不仅能够突出她的个人特色, 还能够展现她对时尚的独特理解和敏锐眼光。 总之,杨子斜刘海黑矿眼镜搭配国际合作时尚风尚, 不仅展现了她的时尚品味和个性魅力, 也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时尚潮流。 作为追求时尚的人们, 我们可以从她的穿搭中获得灵感, 将自己的个性与时尚相融合,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 无论是斜刘海还是黑矿眼镜, 都是一种经典的时尚元素, 我们可以通过巧妙的搭配来展现自己的个性和风采, 走在时尚的前沿。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